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这回在高雄也要参选市议员 虽然是他第一次参选 不过也成为非常抢手的助选员 到处帮一边一国连线的成员来复选 而今天呢 他就是跟老议员黄昭新 到了黄昏市场去拜票 结果有个七十多岁的卖菜阿嬷 非常热情地鼓励陈志忠 说要陈志忠帮老爸陈水扁出口气 陈志忠到菜市场跑行程 上意印着他的父亲陈水扁肖像 弯腰握手身段柔软 尤其遇到阿扁支持者 这位七十多岁的卖菜阿嬷 导人家简端几句话 更加激发陈志忠的斗志 陈志忠除了在自己的选区跑行程 也得全台扶选一边一国连线的成员 政坛前辈高雄市议员黄昭新 发起五百公里长征运动 陈志忠也来声援 跟黄议员请教来 他也是我们民主的前辈 还是怎么来走访基层 听我们的名义这样 因为我们是一边一国连线 我们很支援 互相支援 和兄来支援 和兄支援 和兄支援 与其说是老鸟带菜鸟互相支援 拥有全国知名度的陈志忠 尽管初次参选 所到之处就是焦点 于是新闻黄美会笑得 高雄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